中国歼16战机在焕发后有了怎样的改变,这对中国有怎样的影响,中国涡闪15发动机取得了怎样的进展,这对中国战机的发展将有怎样的意义? 近年来,随着中国空军的飞快发展,这就是中国空军的发展跨入新的发展阶段,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大大加快实现中国空军腾飞,这对于中国空军的发展也有着重要的军事战略意义。 随着中国空军取得了飞快的发展,其中尤其引人注意的,就是中国在空军三剑客上的发展,这也是中国在这三款飞机上取得了较大的发展,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中国空军的升级。 今天我们来看看中国空军三剑客中的歼16战机,今日有消息称有网友发出中国歼16双发重型多用途战机的照片, 从中可以看出,中国歼16战机已经更换了最新的涡扇10B发动机,和之前的歼16批量装备的发动机相比, 最大的不同就是,其尾喷管的收敛、扩散片形状再次发生了改变, 似乎更和美国F-18超级大黄蜂战机装备的F-414航发尾喷管更为相似。 据报道指出,歼16战机在更换新航发后,现如今已经进行换装后的试飞,以便可以达到最佳的性能。 并且从网友拍摄的画面中,我们可以看出,歼16战机新航发的喷管相较之前的喷管, 虽然还有单层结构设计,但是整个喷管够前段更短,似乎已经消失一般。 同时,这次换装的新型尾喷管结构上再次发生了些改变, 为喷管上覆盖的扩散片长度略微增加了一些,但宽度变窄了一些。 此外,报道还指出,此次歼16战机所换装的涡扇10B发动机喷管发生巨大改变,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,其抛弃了之前双层结构的影射喷管设计,改为更为主流的单层喷管结构设计。 这样最大的好处就是,新喷管取消了之前双层喷管所需的大量鱼鳞片和连杆结构, 从而可以实现大幅简化结构难度和降低了自身重量, 进而提升发动机的推重比和提升战机的超机动格斗作战优势, 以便可以使其达到最优的性能。 对于此次歼16战机的尾喷管发生的变化,有分析人士指出, 这主要是为了改变尾喷管收敛扩散片的结构, 据悉,此前歼16战机使用的尾喷管收敛扩散片更接近一个整体, 然而现在却更像是分段似的了,这与美国的FA-18很相似, 不过,此次歼16战机在焕发后出现的尾喷管变化, 这与美国FA-18还是有一些区别的, 那就是歼16战机的尾喷管是单层结构, 而美国FA-18是双层结构, 单层尾喷管收敛扩散片会让发动机的重量更轻, 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发动机的推力, 能够使发动机发挥出更加巨大的动力, 但是其也有不可忽视的缺点, 那就是无法和足够的冷空气接触, 这就会使发动机的寿命有明显的下降, 极大减少发动机的使用寿命, 不仅如此,随之温度的上升, 尾喷管的热源辐射盒会更明显, 这就是战机的引针性能受到较大的影响, 所以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将产生较大的薄力影响, 相较而言, 可能双层尾喷管收敛扩散片好处会更大, 且只要推力足够, 就能够足以抵消重量带来的影响, 因此, 虽然歼16战机已经完成了换发, 但是由于在发动机的性能上还存在着较大的缺陷, 这与美国还有较大差距, 因此, 中国必须加快对新航发的研制, 以此可以在最大程度上抹平与美国的差距, 这对于中国来说也是任重道远, 将还有很长一条路要走, 这对于中国来说也将是一个极需要突破的过程, 所以, 这也将使中国加快对涡扇15发动机的发展, 这也是中国一直在努力研制的最新发动机, 且其性能也十分接近每F119发动机, 且关于中国涡扇15发动机的发展, 有报道指出, 中国已经在对其的研制上取得了较大的发展, 且已经进入测试阶段, 这对于中国来说也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, 关于中国涡扇15发动机, 我们都知道, 其全称为涡扇15峨眉涡扇发动机, 是为中国第五代战斗机而专门研制的小寒道比推力 使量涡扇发动机, 主要用于第五代双发隐身战斗机歼20战机, 此外, 涡扇15发动机是由中国606所、624所、614所、 401厂、430厂和113厂等单位专家组织研制, 在2006年5月首次台价运转式, 不仅如此, 据悉涡扇15发动机全长5.05米, 直径1.02米,推重比10.87, 重量则在1.63吨左右。 相比于原本的俄A-231F发动机, 涡扇15可以让歼20在各个方面都有巨大的提升, 尤其是其最大推力达到18.5吨, 这一推力也完全超过了世界上绝大多数战斗机发动机, 处于绝对的领先地位。 根据数据资料显示, 涡扇15发动机是中国目前航空工业中推力最强, 整体科技含量最高的一款涡扇发动机, 而且即使在世界上, 中国涡扇15发动机也都是处于领先地位。 值得一提的是, 这种发动机在世界上也仅仅只有中美俄三个国家能够制造, 所以这也突出了中国涡扇15发动机有着极其的军事战略地位。 更为重要的是, 涡扇15发动机还能带来更加充足的供电能力, 可以支持更多的接载电子设备, 不管是机内整合智能态势感知能力, 还是提升电子站或者其他各种需要大量供电的硬件性能, 都是非常必要的。 因此, 中国一旦有了涡扇15发动机的支持后, 这将会大大助力中国空军的发展, 也将会进一步缩小于美国之间的差距。 不过, 在涡扇15发动机还没有研制出来前, 中国最先进的还是涡扇10系列发动机, 因此, 此次歼16战机实现焕发, 这也算是取得了较大的进展。 这对于歼16战机的发展确实也有着较为重要的意义, 也将给歼16战机的性能带来质的提升, 这对于歼16战机来说也有着较为巨大的意义。 值得一提的是, 由于歼16战机作为中国最强大的侧位, 这就使中国格外重视对其的研制, 因此, 随着其正式完成焕发, 这就使中国继续加快对其的量产, 以便可以使其达到充足的数量, 也在一定程度上大大助力中国空军实现腾飞。 据悉, 现如今中国加快了对歼16战机的研制, 这时期的总体产量还在不断增加中, 据统计, 目前中国大约有200架左右歼16战机, 这使中国五大战区空军手头上都已经拥有了至少一个歼16航空兵率, 这也使中国五大战区空军都具有组建自己强大空中屏障的能力, 从而能够形成非常完善且严密的国土防空体系, 以此来加快促进中国空军力量的发展, 因此随着G-16战机完成幻发并成功完成是非, 这对于其的发展来说将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, 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中国空军的战略升级, 以此来对美国形成巨大的威慑作用, 这对于中国空军来说有着极其重要的军事战略意义。